一夜快吃 一夜前段时间它是处于甲蕴 然后减食的一个状态 然后采食的话就相对要差一些 但这段时间的话都差不多恢复了 然后采足的话近期吃竹根比较好 然后竹叶相对要差一点 然后竹笋啊 然后窝头那些都是现在都是恢复正常采食 然后精神状态的话都挺好的 日常的接触那些爱情思维啊那些都挺乖的 都逐步地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一夜的话我觉得是我接触这么久 性格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感觉有一点像那种大家闺修的感觉 就是平时还是比较爱干净那些 它这段时间的话体重都是在一百多左右 然后都是保持在就比较平稳 然后前一段时间它就是因为甲蕴减食的那段时间 它掉的有就一两公斤左右 但是这后面的话都都恢复起来 食欲好了之后然后体重都都现在稳定在一百多左右 那么多点就咱们这样一点点 听这一段时间就像一篇下来 那么咱们就像喝一杯 отвеч点赞 通话 可欣 щоб